第二天晚上,冠泽和盈盈去了河里活餐厅 谢谢 今天天气特别好,像春天一样的 是啊,今年冬天又舒服了 你今天怎么样啊? 哦,我一早就去了机场,接着妈妈机 啊,你妈妈回来了? 嗯,哎,在机场看到一个兔豪那一个导游 好夸张啊 啊,你也看见了 那个是我朋友来的 他在天堡旅行社当导游 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都快气死了 发生什么事啊? 他那个客人本来定制的是一个私人定制的旅程 一切都安排好了 下了飞机突然去见什么离婚律师 还要去看房子抢offer 简直屋里头嘛,晕死了 啊,土豪,房地产 哎,你看那个小人 这个像是我平时会做的动作啊 哇,吊爆了 给各位男士一个忠告 第一次约会 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般女生不喜欢粗鲁的男生 哦,这是个不一般的女生 故事还要从早上说起 好啊 难明为何无月亮 但视野幕即将有个月 而默默照耀 难名为何无业 但在无夜路上 有你再托我国听跳 陪你说无无畏为是行 闹着换着管已是开心一笑 但我却太严重的 直言我爱你 如念独白真我无事 谁能怪你毫无动静 奢奢莫是将在 截我心有志无聊 同样台词同样独白 同样梦话你怕已经听艳莲 原来从来无月亮 为何压师独自说 有月而默默照耀 原来从来无望 但为何压师独自 梦里着迷野你几笑 陪你说无无畏为是行 闹着换着管已是开心一笑 怎么够 你看了都几点了 哎呦 天气报告 大家好我是天气报告员盈盈 今天的天下真是万里乌云 天高气少 大家看到我的衣服就能感觉到春天来了吧 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 市政府将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到时将会邀请受惠各界人士参加 下面我们请万景师议员为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万景师第六区市议员杨仪清 今年就是加拿大国庭150周年的记忆 我们在万景师就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纪念的活动和慶祝的活动 希望大家荣耀支持 令到万景师的生活更加美好 希望大家支持 这是多伦多周年地产经济投赛啊 老板是投资呢还是资助呢 瞧 租出去收租 一年半才楼价翻盖 再把租客赶走 妈 这里的楼价升得快不快了 快 比国内的高铁都快 这房子天天吹着就一直都哭哭了 这个房子应该租给一家三口 租给一家子不好 最好还是租给单身柜子 你懂了 屁呀 这是三个房子 我现在手里有四个房子 我炒房的时候你的拍照都没有呢 但是柜子好干净利索的 你要是租给一家子都是事烦死了 还有啊 这就想拆了 我们打通它 我们里边得取个新名字叫品味空间 你买了它 我帮你找租客 月组五千 一定行 嗯 也对 租客一家子 肯定比较麻烦 做人呢 最主要要自由 钱财如兄弟 齐而如杂无 好 进去一起 你炒房很在乎 要不要试现好歹 刚好我手上有机套 生得很快的 好啊 我放着靠网 兄弟 谢谢 哎 柜子 你亲她了吗 没有啊 timing 不好啊 哎 胆小鬼 哎 我喜欢这些女孩啊 可能有未来的老婆 我希望我们第一次吻 是比较 meaningful 点 今天看资料才知道 原来自1867年的时候 联邦政府只有四个老婆 你玩没啊 资料上说 1867年的时候 联邦政府只有 安省 魁省 还有沙省 还有 纽罗斯汀 四个老婆都不错 都还顺着小开啊 哦 算个屌丝 但是又想组织一个大家庭 联邦政府啊 那个时候就四处求婚 所以几个省呢都提出了婚嫁条件 嗯 就说呀 如果 联邦政府能建一条 很惯东西的铁路 就嫁给他 不然就嫁给美国啦 哦 吊死你死 哈哈哈 嗯 厉害吧 哦 贯子 好浪漫哦 这就是你逃跑的理由啊 我没有逃避啊 我们刚刚准备上楼了 但是他接着一个电视台的电话 喂 嗯 好的 我马上来 什么事啊 台里有个特别新闻 让我马上回去 今天晚上很开心 谢谢你 梁元和小奇有着旅行 我自己一个人很闷 你想不想出来喝杯饭啊 好啊 十五分钟后 酒吧见 记得穿西装啊 啊 见过Martin啊 嘿 马丁 嘿 马丁 嘿 马丁 开始没话不够打嘛 什么你觉得 你什么话说呢 不许可真 你居然还是没穿西装 嘿嘿 她都没被我暗示 她有跟你什么暗示啊 摩斯密码吗 这样子 这样子 冠子 轻轻了 怎么可能嘛 哈哈哈 如果她不让我任何暗示 我不可以就这样宴她的嘛 马丁有给我暗示吗 没有 我发誓我没有 你就应该去亲她 你搞得好吗 我应该再看了 至少今天晚上 我不会失眠 而马丁跟我 永远不会发生任何关系 那么一个星期后 她妈出去回来才说呢 一个星期 对于一个成熟女人来讲 就等于一年 她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 我肯定地告诉你 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啊 开头啊 诶 这不是我同事吗 长得蛮开的哟 加拿大增收海外买家地产税 脑洞大开 对海外买家和空置房业主 增收15%的额外水项 明天起开始实施 下面请收看财新报道 well 用好戏开咯 我决定现在要去亲她 大哥 现在半夜 作为一个资深的美食报告员 我有责任劝告你 这是疯狂的行为 我从来都没做过疯狂的事 我常常都是想来想去 她明天就走了 tonight is my last chance good speech ok 等我完课 kashimi 呃 你自己去 诶 冠泽 接来吧 半夜一点多 穿得这么帅 来找我干什么呀 我突然间有点肚饿 所以我就找你吃宵夜咯 我煮了香米粥 你要不要来点 好啊 再配点红酒 你是不是想喝醉 这只是个前菜 回来了 看看我们跟谁在一起喝酒 哦 哇 你们几时吃的 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 我好像今次有机场见过你 是啊 是我 哦 被拖脑那个 迎迎的朋友 嘿嘿嘿 我觉得我喜欢你的小米粥 我觉得我喜欢你的眼睛 我认为我爱你 蛤 蛤 蛤 等我 等我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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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爱你 什么事 玩完了 没希望 我永远都不会再去找他 好 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说今晚的事 你可不可以不要说瘋子 我比较喜欢傻佬 晚安 瘋子佬 其实 I'm tired of being single 我真的很不喜欢你 Of course 我不可以跟一个刚刚识的女孩说 I love you But why can't I? 唉 It sucks that I can't 如果 假设有一个女孩 不 不说你 但是如果假设有一个女孩 肯和我经历很多事 我想我一定是一个好的老公 每一天都会令到她很开心 每一天都带着狗仔出去逛街 I've been a good kisser 每个人都说自己是good kisser 我有证人的 晚安 干净 干净 What? 他忘了你守那么长时间 就是暗示啊 你应该清他 我听过暗示 我记得那个暗示 我记得那个暗示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叫暗示 不过 这是个暗示 暗示 你真应该清他 谢谢 你应该说可以 What?你都买到 OK 让我休息一下 欸 买了 我突然感觉好high哦 你们说了 我们都已经转台了 为我们的新朋友 为未来 为这疯狂的夜晚 干杯 好 各位 现在插播一条特别新闻 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法案 已经三途通过 麻民们欢欣鼓舞 大麻股票出现了暴跌的现象 不知道从今以后 大麻屋也是否会出现抢offer的场面呢 天气方面 最高的气温呢 也不是很高 最低的气温也不是很低 平均来说 是非常的平均 好 你们相信我啊 那肯定不是暗示 怎么大风越冷 我喜越大 犹如夜似潇洒 最风轻飙的赞困乎 我要神埋心脱生病痴 却有种小的勇气 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 吹啊吹啊我的脚放纵 吹啊吹不回我春进花园 人风吹人踏乱回不灭是我 镜头的展望 吹啊吹啊我吹脚步害怕 吹啊吹啊无所谓扰乱我 你看我再勇敢的微笑 你看我再勇敢的只会说 啊吹啊